台新青少年志工精英奖表扬的是热情担任志工关怀社会议题的青少年 桃园市今年有四位获奖 其中年纪最小的是就读大纲国中七年级的陈俊成 从小跟着妈妈做志工关心弱势族群 桃园市四位国高中生获得第23届台新青少年志工精英奖 副市长苏俊斌今天特别接见并表扬学生 也敢配家长愿意给孩子学业之外的学习机会 对社会有贡献而且持续做 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养成 它的功能或者它的效果远远大于学业成绩在我来看 所以我们是鼓励小朋友说能够早早的 能够有这份对社会贡献的心 把未来自己的所学结合在一起 能够更有效率也能够更早找到人生的方向 获奖学生当中年纪最小的是大纲国中七年级学生陈俊成 从小跟着妈妈一起做志工关怀弱势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跟着妈妈一起去关怀访试 还有配送物资 可以知道有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生活过得很辛苦 就是知道其实我自己过得是很幸福 另外请高中学生石谦怡关心儿少权益 也关怀社会议题 最近倡议的比较像是表异权的部分 那俄福联盟因为他们前阵子也刚满60周年我印象中 那他们也会即将推出一个影片宣传的影片 那里面大概就是跟家长就是宣传说 要在乎孩子的表异权要倾听孩子的心声 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表示 借此唤起青少年对志愿服务的重视 鼓励从志愿服务探索自我价值 总共有8万多个志工产生 那这一届就有2000多个里面 今天来到这边的都是精英里面的精英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 所有国家的根本都是从青少年开始 所以如果我们为这个社会的未来要有所期待 就像我们副长所讲的 我们在青年这个阶段一定是要养成 有利他的心能够帮助别人 台湾市政府借由表扬活动 恭喜四位获奖学生 也希望有更多青少年响应 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